新竹马街医院最近宣布将从9月1号起 马街医院的小儿科夜间急诊服务 提升为每日全时段看诊 以后家长们晚上带小孩子上急诊 就更加方便了 那从9月1号开始 我们增加了5个小儿科人数 来照顾急诊的病患 那这是竹苗地区第一所 全时段能够服务小朋友急诊的医院 那对这个我们付出很大的资源 尤其财务的负担非常重 也希望能够达到急重症的医疗 跟在地医疗 让这个小朋友患病的时候 能照顾小孩的健康 过去因为儿科医生不够 家长们需要儿科的夜间急诊 只能带着小孩子在不同的轮值医院看诊 新竹市长林志坚上任以后 非常支持儿科的医疗政策 现在马街医院投入2400万元的经费 进一步扩充医疗人力 让马街有能力提供更全面的儿科夜间急诊服务 也就是整合我们新竹在地的这几家医疗院所 包括了台大医院 国派医院 马街医院 当时还有南门医院 整合大家的力量 我们先从这个四家医院的合作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每一天都有这个夜间的儿科的急诊的医师 可以来捍卫我们孩子的健康 儿童夜间急诊 指的是凌晨零点到早上八点这段时间 马街医院以往一周提供四天的看诊服务 现在扩充到礼拜一到礼拜日 都能提供儿科夜间急诊服务 让急着带小孩看病的家长 有一个更加便利的医疗管道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